下午近4時,警方在高示威道向天后方向推進時 有警員被人用利器尊同圍偶受傷 大批人走出高示威道 有人捉遮陣及搬襲物倒路 警方推進 有警員向前撲向一個人 雙方拉斜之後到地 穿啡色背心的人企圖搶返 多人也衝到左右兩邊襲擊警員 其中一個女人用遮探他 也有人用利器從後割傷這名警員 被追捕的人士逃去 警員在追捕的時候倒地 見到他左肩流血 他自行起身走去行人過路處 不要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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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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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隊 左肩大量滲血 由同袍包紮 警方發聲明嚴厲譴責暴徒 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認為這些野蠻暴力行為令人發指 警方會全力調查和追捕 絕不手軟